一向以为胖著称的范冰冰 近日被拍到在北京某办店夜会导演李渔 身段居然销售不少 不进以下的内部清晰可见 令人难以置信 当晚范冰冰与李自协作的李渔导演 还有几个朋友聚餐 吃过饭后 他们一同走出饭店大门 能够看到范冰冰当时身穿收腰款连衣裙 衣服领口也大吵 露珠显着腰线 接着 记者就拍到了范冰冰胸前 显着杰出的失所骨和内骨 远远看去 就像是人们常说的排骨身段 前段时间 有网友曝光范冰冰拍口红广告的现场图 那时他还手机员问 白白就非常险着 现在真的报秀了吗 公然 从旁边念看范冰冰的改变更显着 胸前剪辑一望无际 现在的范冰冰身段 开逼孩子兄的 Angela Baby 他曾自保自己真实身高168厘米 体重118斤 是为胖戒资深成员 Angela Baby和他相同高 体重却只有90斤 两人的身段 当西不同显着 如今竟能一较高下 不知范冰冰体重调的这么凶猛 是否是在为新戏做准备 聚餐当晚和范冰冰相约饭桌的几个朋友都不简单 尤其是这位与范冰冰手牵手密切地走出门来的李玉导演 李玉拿手拍文艺片 著作《苹果》 《关一山》 《二次曝光》 《万物成长》 都由范冰冰出演 是范冰冰多年协作的老搭档 其中 电影《关一山》还让范冰冰摘得2010年第23届东京电影节影后桂瓜 对范冰冰来说含义严重 是她获得的第一个世界一类影后奖项 在饭店门口 范冰冰 李玉和一位中年男人挥手告别 这人也是范冰冰的老娇气 制片人帮力 曾参加范冰冰和李玉协作的一切电影 还有一位跟在范冰冰 李玉死后的男人 是导演 电影编剧《成轻松》 制片人 导演 女主 编剧 都已经极齐了 范冰冰这是要接新电影 这事还真有点或许 上一年 李晨与范冰冰被传分手时 李玉曾自动为范冰冰辟谣说 人家好着呢 怎么吧 感情不一般 今年四月 有范冰冰的粉丝问李玉 是否还会协作范冰冰 她也薪资答复快了 李玉导演和范冰冰这次聚餐 没准证是为了两人协作做准备 连深夜都在与导演 编剧会面 范冰冰大约真的是沉迷工作 制剑销售 才会从胖冰大编剧见冰 你觉得呢 她应该是 珍惜 的 是 id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